如果说其最近的热播电视剧的话 那么肯定非《沿喜攻略》末属的 虽然这部电视剧只是网络剧 但是单论收视率来说的话 绝对是十分强势的 《沿喜攻略》可以说是这两年宫廷剧中的一匹黑马 不仅仅主角演技没得爽 就连配角都是颜值与视力并存 三大配角各个都是男神级别的 首先是徐凯 在电视剧中徐凯扮演的是傅察皇后的一个弟弟傅察傅衡 在电视剧中也是俘获了很多网友的心 傅衡对魏英洛可以说是一往情深 可惜天意弄人因为种种原因与他越走越远 最后也是取了耳情 最后傅衡临死前给英洛的那句话 魏英洛此生 我守护你已经够了 下辈子可以换成你来守护我吗 不知道有多少女网友落下了眼泪吧 第二位是洪流饰演的乾隆弟弟洪咒 洪咒一直都是上进心很强的 在很多方面都是乾隆比不上的 但是洪咒的良心害怕他光芒盖过乾隆 引起乾隆的极度招来杀身之火 于是洪咒自然也明白这个道理 就开始故作荒唐 同时也是害死英洛的间接凶手 在经过一些烈的变故之后 开始改过自新 最后一位大帅哥就是王茂磊了 在电视剧中王茂磊是演功中的差人元春旺 与英洛结伴相互扶持 在电视剧中的元春旺 可以说是命运都灾都难的 反复的被别人抛弃 历尽了艰辛之后得知皇子身份 然而自己却沦为了权力的炮灰 变成了太监 这个人也是逐渐的黑华 不知道大家认为这三位配角 是不是名副其实的大帅哥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